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有正当理由 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寻常 然后也是不能告人的事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见恶魔呢 读完这篇故事呢 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原因 故事的发展就是他进去 然后突然见到一个感觉好像是老朋友 但好像又不是很熟的人 然后渐渐我们才发现他是恶魔 但这个就是他要进森林的墓地啊 所以干嘛这样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答案 或许我们要往象征的层面去想 在这故事里面 他那个大大转折 就是发现每一个他认识的人 包含他新婚妻子都是拜恶魔教的 很难事 所以 从这个方面来看 恶魔或许他不是一个人 或许他是一种精神 或是一种氛围 甚至我刚刚有听到同学讲说 也许是代表人性的黑暗面 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去见恶魔 为什么要去见自己内心黑暗的一面呢 人生嘛 总是有一天要面对自己的 然后通常这种都是三更半夜的时候 但另外有一个人数 我们不得不去考虑 给你们看一下 看纸本有看电视档找不到 总之就是他是跟他的妻子 才刚结婚不久而已 他好像有提到三个月吧 啊 这边这边 好 第十页第二行 We but three months married but is only的意思 我们才结婚三个月不久 所以这会不会是我们可爱的主角 要面对自己的契机 以前结婚比较是一个社会性的仪式 很多时候是结了婚之后 真正开始住在一起 才去面对自己娶了或嫁了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会不会他是刚结婚不久 渐渐除了要面对妻子之外 他也必须要面对自己身为丈夫的行径 就是直觉 遇到一些新的状况 他也许处理方式跟他当初理想不太一样 或其他这种现实面的考量 人生的转捩点常常就是面对自我的时刻 不管你想要还是不想要 所以也许他这个时候去见恶魔是因为这件事 他发现自己可能不是人本以为所认识的自己 所以他必须要去探究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觉得不满意或是没有想过的面向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在故事里面以象征的方式把它比喻为人以及自己的黑暗面 这篇故事有很多比喻性的东西 你就可以说他去见恶魔就是在比喻他去面对真正的自己 或是新发现的自己 在婚姻状态里面新发现的自己 也许是这样吧 这样讲要提问吗 我觉得好像哪边不合理 好没有的话我们以这样的观点为基础 我们就可以继续看接下来的题目 第二题这篇故事如何运用大自然的异象 扮演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组选这题 然后他就有看到第十五页有一个很突出的使用方式 接近中间有一段开头是这个 哈哈这一段 哈哈哈哈 Rored Goodman Brown when the wind laughed at him Let us hear which will laugh loudest 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看到那个聚会了 然后他心里深蛮恐惧 这个时候风吹他就觉得好像风在嘲笑他 然后他就嘲笑回去不让输 所以在这边大自然的功能是一种擬人化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场景只有跟着他一起觉得恐怖 但是有了风去嘲笑他 我们才想说有另外一个观点出现 如果整个集会都是在讲人都有黑暗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这风代表的角度就是 人本来就有黑暗面了 你以为的 然后就这样子嘲笑他 所以大自然甚至扮演的配角的功能 那同学另外也有注意到第十页 他才刚刚启程不久 刚进到森林 还没有走到真正深的地方 中间有一段there开头 there may be there may be a devilish indian behind every tree 这边indian是讲原住民 said goodman brown to himself 男男之语 and he glanced fearfully behind him 这直想到就赶快往回一看 有点像刚看完恐怖电影 然后去厕所去洗脸的时候 有没有 然后有点担心到时候抬起头来看镜子 会不会看到什么 那种感觉 and he glanced fearfully behind him as he added what if the devil himself should be at my very elbow 万一恶魔就在我身边的话 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氛围呢 主要就是因为是个森林嘛 他每看到一棵树都有这样的 恐惧感 森林 半夜 然后感觉就是虽然有步道 可是应该不是人常走的步道 所以你就想想看嘛 你们有人半夜进过森林吗 我亲身经验跟你们讲 很可怕 不要做 就是你可以 而且那个时候又没有手电筒 对不对 他也没有说他带着火把 感觉好像就是靠月亮照明 所以你就可以想那个氛围 大自然这边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塑造氛围 提供故事发展的 情节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到后来确实恶魔就出现了嘛 就像他担心的一样 然后还有第三个代表性的 可以看就是云朵的功能 又是找不到 我用搜寻的 哈哈 对 好 所以 他到了 这个是几页来的 这是14页 他还没有到集会那边 但是已经遇到一两个社会中间分子 感觉都是可以信赖的 虔诚的人 然后但是他们每一个都要往那个聚会走 所以 他这边就终于开始怕了嘛 他说 with heaven above and faith below 对天对妻子发誓 顶天立妻子 应该这样说 I will yet stand firm against the devil cried Goodman Brown 我一定坚持下去 但是呢 while he still gazed upward 他正还在向上 祈祷看着的时候呢 Into the deep arch of the firmament Firmament是天空的意思 还正仰望着天空的时候 And had lifted his hands to pray 正要祈祷 A cloud Though no wind was stirring 没有微风 没有风 但是这云呢 hurried across the zenith Zenith是天顶 And hid the brightening stars 就是把星星遮住了 但是这云呢 The blue sky was still visible Except directly overhead 所以只有天顶 看不到天空 And where this black mass of cloud 它是黑云哦 Black mass of cloud was sweeping swiftly northward 它一直是向北吹 一直向北移动 你猜猜看我们主角 接下来朝哪一个方位走 北边 这朵云 有 这个讲起来 其实也蛮多有意思的象征层面 它有向导的功能 但是 环统宗教故事里面的向导 其实是北极星 就是因为你一旦看得到北极星 你就知道你的方位 你就知道怎么走 可是它这边 这朵云居然遮住了 主角正上方的天空 它看不到星斗 然后它必须要跟着这朵黑云去走 它才找到方向 整个就是一个非常 如果说宗教故事里面 北极星代表的是 就是叫什么 上帝指引的方向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相反的 就是恶魔指引的方向 所以大自然也有这样的 直接连接那个相争层面的作用 很多跟基督教相关的 象征都是 就是叫什么 上帝怎么弄 相反的就是恶魔 前几年 另外门客有上过一个剧本 是 有提到说 只要离开了信仰的范畴 全部都是地狱 OK 所以这就是第二题 大自然在这边故事里面 扮演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这可以吗 有没有提问 用中文上课真好 第三题 这集会真的有发生吗 好 那我提供的页码是集会的页码 但其实要去思考这问题 可以看更多不同的地方 从一开始 这一题也有一两组去回答这一题 然后两组都觉得说 不一定真的有发生吧 就是主角未必真的看到他 以为他看到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有几个地方可以找到证据 所以比如说 最直接的就是第十八页 最后一页 倒数第二段 故事直接就提点了 Had Goodman Brown fallen asleep in the forest 这是倒数第二段 And only dreamed a wild dream of a witch meeting 难道他是睡着了 然后梦到这样的女巫这个集会吗 然后下一段给你的答案 居然是be it so if you will 你想这样想就这样想吧 if you will是你想要 然后so是这样 be it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想要这个样子 那就这个样子吧 你想这样想就这样想吧 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回答 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啊 那有人也许在想说 他这个只是坐着在玩把戏 也许真的发生 他只是不想承认 但是还有其他的迹象显示 这故事未必全部都是写实的 比如说 他在森林道路上面遇到了一些故人 然后 这是第十三页 他跟这个老太太聊完之后呢 恶魔跟这老太太聊完之后呢 他恶魔把手上的那个手杖 丢在老太太那个脚前 he threw it down at her feet where perhaps 或许 it assumed life 他有了生命 being one of the rods which its owner had formerly lent to the Egyptian meiji 这个是圣经典故 他下面注释 应该又讲 出埃及记第七卷 第十一篇 埃及那个时候 有魔术师 仿造了上帝给亚伦的奇迹 把手杖丢到地上 变成蛇蝎 那亚伦是上帝选的人 所以仿造他的一定是恶魔选的人 他这边就是讲说 恶魔就跟当时做的一样 把手杖变成蛇蝎 那我们再往下跳一行 他说主角根本没空看到这个 因为 他抬头一看 beheld 看到了 neither Goody Cloys nor the Serpentine staff but his fellow traveler alone 一抬头看到 老太太不见了 手杖也不见了 只有恶魔一个人 who waited for him as calmly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就像没事人一样等着他 所以打一开始就有一些 蛮奇幻的人数 那到底能不能相信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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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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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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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所以集会到底有没有发生呢? 我们还有一点证据可以讲 同一页,到处第四段啦,我们主角终于下定决心 他说,他说,not another step will I budge on this errand,这件事情我再也不踏出下一步了,我就原地停下来,我再也不跟你走了 然后恶魔就稍微有点威胁他,你不久后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你会觉得当初就是现在你做的决定其实可以做更好的决定,就你未来会后悔的,然后跟他道别。 然后下一段呢, 他把那个手杖丢给主角 and was as speedily out of sight as if he had vanished into the deepening gloom。 他消失的速度就像是突然,就是他走掉的速度快到像是突然消失在那个森林的黑暗之中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不是走掉,有点像是就这样消失在黑暗中 对,啊,所以这也是相当不写实的嘛 而且一旦没有了故事配角,只剩故事主角 就出现了更多想象空间,假想空间,甚至是幻想空间 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看到的东西,没有另外一个角色能够给他印证 所以故事最后才会问说,是不是都是一场梦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恶魔这些行径也许也是一场梦,都不知道 所以有可能他真的有看到,有可能他只是梦到 但无论如何,结论是很确定的 最后一段是很确定的 不管是有没有真的发生,对他的影响都是实质的影响 A stern,严谨的,严厉的 A sad, a darkly meditative 现在我们说忧郁的 A distrustful, if not a desperate man if not,这边是圣字的意思,圣字变得很绝望 Did he become From the night of that fearful dream 那一晚之后他个性批变 而且都是变得比较阴沉 下面举了几个例子 On the Sabbath day,安息日就是星期天 When the congregation 教会群众 Were singing a holy psalm,圣歌 He could not listen Because an anthem of sin 罪恶之歌 Rushed loudly upon his ear And drowned all the blessed strain Strain是乐曲 所以他去做礼拜的时候 大家唱着圣歌 他听到的不是圣歌 他听到的都是罪恶 就是让他回想那个女巫集会 对,然后 When the minister spoke from the pulpit 当牧师站在讲台那边 步道的时候 Pulpit是专门指牧师 讲道的那个讲台 现在因为会有一些比喻性的 比如说 如果有政治人物的演讲 好像在说教的意味 也许报道的时候 就会用pulpit这个字 来形容他的舞台 所以当牧师讲道的时候 With power and fervid eloquence 发言有利 而且有情感 Fervid是passionate的意思 Eloquence是能言善道的 所以讲得很好 And with his hand on the open Bible Of the sacred truths of our religion And of saint-like lives And triumphant deaths 这讲的都是非常经典的内容 又是什么宗教真理 又是圣人故事 又是什么训道者的故事 And of future bliss Or misery unutterable Future bliss Bliss是happiness 所以这个讲的是天堂 Misery是悲惨嘛 Unutterable 是说不出来的 说不出来的悲惨就是地狱 所以讲着天堂 讲着地狱 讲这么好的同时呢 Then 就在那个时候 Did Goodman Brown turn pale 脸色发白 Dreading 深深 这个恐惧 担心 Lest 以防 The roof should thunder down Upon the great blasphemer And his hearers 一直在担心 那个天花板 会被踏下来压死 这个 Blassomber是 毒神者 亵渎神明的 以及 所有的听众 因为这些人 全部都是他在 那个半夜集会看到的人 然后讲的 这么就是虔诚的话 他很担心会受谴责 Often Awakening suddenly at midnight 又是半夜 He shrank from the bosom of faith Bosom是 胸口 胸前 他在那边意思就是 怀抱 所以他从 妻子的怀抱 缩走 缩开 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 就是如果 Faith不是人民 是指信仰 信念的话 The bosom of faith 意思就是 上帝的 那个叫什么 如果你进到 上帝的怀抱 意思就是 你会上天堂 所以他 这个 一带 一语双关嘛 一就是他不再相信妻子 二就是他离天堂 越来越远 那为什么不相信妻子 因为妻子也有出现在 那个集会上 And at morning or eventide Eventide就是evening When the family knelt down at prayer 跪着祈祷的时候 He scowled 就是 scowled是什么 微笑的相反 叫什么 就觉得很不开心的 那个脸 脸色不开心 好像 And mother to himself 南南自语 And gazed sternly at his wife 严厉地瞪着妻子 And turned away 身体转走 所以连自己家里 祈祷他都祈祷不下去 And when he had lived long And was born to his grave 这边born有一个 这个是被抬 被扛的意思 所以被扛到那个 坟墓里了 A hoary corpse hoary是白发斑斑的意思 所以他尸体白发斑斑 就活了很久 Followed by faith 尸体一行人 后面跟着妻子 An aged woman 已经是老太太了 And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 goodly procession Procession是一行人 Besides neighbors Not a few 还有很多邻居来 They carved no hopeful verse Upon his tombstone 在他的墓碑上面 没有给他磕 充满希望的圣经诗节 For his dying hour was gloom 因为他自死的一刻 都是充满黑暗的心情 这边的黑暗就象征着 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光芒 所以这个集会 是不是真的呢 不知道 但是影响是真的 让他渐渐离他的宗教信仰 越来越远 以至于跟他的社群 跟他的家庭 也都一段隔阂 甚至过世的时候 这个纪念他的人 都不敢用宗教的语言去纪念他 因为觉得很不合适 所以从一个基督教社会观点来看 他这一晚的经历 让他注定没办法上天堂 那所以到底集会是不是真的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嘛 就是如果我们从象征层面来看 那这个集会象征的是什么 这可以带回到第一题嘛 如果故事是他自己面对自己的黑暗面 那集会是不是 他也去面对社会所有人 包含他新婚妻子的黑暗面 这个要带到第四题 这故事想要传达什么 那就有有一组学生觉得说 这故事想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长大成人出入社会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并没有那么美好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然后其实社会是蛮黑暗的 如果你不会 不学会调试的话 你会过得很悲惨 这个是有同学的想法是这样 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那他整篇故事 如果他讲的是这个 但是他确实用宗教的元素来讲 是不是间接的也有对宗教信仰 不是信仰 就是什么崇拜者行为跟思想 也有一些批判 宗教我们知道都是一个理想的 就是讲难听也就是你要死了 才能变回圣人 活着的时候都还要再看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讲说 作者 然后这个就会带到第五题了 作者为什么选择 十七世纪的故事设定 我们知道 十九世纪对于宗教信仰的看法 已经跟第十七世纪不一样了 还是一个基督教社会 但是充满更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上周介绍 十九上半的时候 有提到什么工业化 都市化 然后大众 这个报章杂志文化 就如此类 所以宗教信仰还在 但是有更多一样重要的元素 反观十七世纪 殖民者刚从英国跟欧洲 其他国家来不久 面对一些 他们认为野蛮的人住民 面对一些 他们认为没有开垦过的土地 然后感觉大自然都是非常不欢迎 他们那种欧洲式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环境之下 宗教信仰是他们社群 少数可以提振精神 作为社群凝聚力的东西 有点 然后除了心灵慰藉之外 它也有实质的影响 因为你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堂 然后要见到你周遭邻居 所以它确实有实际去凝聚这个社群 那另一方面 他们觉得原住民是没有信仰的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 对他们来说 不信基督教就是没有信仰 所以他们这样想也是对的 因为原住民确实不信基督教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面对一堆什么满意之邦 然后每一个人都想把他们干掉 大自然环境也想把他们干掉 是不是真的只能仰赖上帝的保护 然后祈求真的死的时候 能够上天堂 所以在17世纪的时候 尤其是英国过去的清教徒 他们特别看重这种宗教信仰宗教观 但是从19世纪回头看 我会觉得好像有点过得头 尤其这故事背景 它的场景设定在哪里 有人注意到吗 第应该是八页吧 第九页对不起 第一行 Young Goodman Brown came forth at sunset into the street of Salem village 沙冷村 沙冷村最知名的事情就是猎女巫 这个应该叫女巫审判 他们讲审判也不是真的审判 他们就是用一个看起来像是比较客观的法律形式 但其实法律全部都充满宗教偏见 上周上课有讲过嘛 他所谓审判的方式就是把女巫绑起来丢到水里 如果他浮起来的话 他就说是女巫 沉下去死的话就是忠贞的女生 然后一样把女生绑在木桩上面烧起来 如果烧不起来就是女巫 烧起来的就是无辜的 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公平的审判 所以会不会作者他写这篇故事 有一方面也是想要批判当时宗教过于狂热的世界观 造成了像是沙冷村女巫审判这种可怕险境 那其实这两个观点 一个就是人心黑暗面 另外一个是宗教过于狂热 某种角度来看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嘛 宗教有很多很多正面的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怎么发挥出来 其实就是看信徒本人的言行嘛 以及宗教领袖的言行 所以人心的黑暗面 应该这样说宗教不一定能够保证远离黑暗 反倒是如果你觉得不是你啦 就如果有人觉得信的宗教就一定是光明一定是正确的 那到时候他做出一些黑暗的行径就会更可怕 或许我们对于这篇故事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做这个理解吧 好了 所以前五题有要提问吗 没有的话我们看第六题 要怎么看出来这是19世纪上半叶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说19世纪上半叶有什么样的特色 讲义第二页 第一个最直接的抓法就是很作弊的说 这个就是作者 他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 他写的故事就属于19世纪上半叶 是很合理 但是这个是一个循环论证 到时候其中考期末考也不能这样写 因为这样写太快了 我们要实际看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 所以譬如说 那个时候的历史小说也相当就是有市场 譬如说有提到1826年最畅销的小说 这个是讲 它是历史小说 它是反观当时的印第安人和西方人的一些互动 但是他写的角度是非常怀旧浪漫 然后又把原住民丑化的一个角度 但毕竟还是一个历史小说 所以19世纪上半有这样的趋势 会有人去回顾说 建国时期 殖民时期的文化有哪些特征 然后我们比较care的是当时什么样的现象 今天读的这篇小说 基本上没有去处理原住民问题 大家都是同样的社群的人 所以没有所谓我跟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问题 那这篇小说 Last of the Mohicans 就有遇到这样的盲点 但是那个写作的出发点是很像的 再来 这也是出版业新起 然后开始大卖的时期 上次有提到 因为交通链接就是盖起来了 所以你可以连接内陆市场 内陆市场其实就是今天的中西部 所以小说家才能够真正就是起来 货商也是其中之一 然后譬如说女性运动的兴起 对不对 这边有女权会议啊 然后相关的女权改革 这篇故事 有没有女性主义的元素 讲女巫就是一个嘛 对不对 女巫我们 我们名字就叫女嘛 那就是女的 以女生为主 事实上那个杀人审判也有男生 但是 占少数 大部分确实是女生 列女巫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仇女行为 另一方面 这故事的高潮是什么事 他在女巫集会 看到各式各样的人 看到牧师 看到尊重的人 然后最后高潮 他看到的是 他的妻子 所以这个也带出一点就是 父权社会中男人传统对于女人的观点嘛 要么就是乖乖守在家的一个忠贞的那个新婚妻子的形象 要么就是半夜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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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观一点的观点 或至少愿意去面对文化中 如何看待女性 差不多这样的 真的要讲的话 你也可以去讲到就是 超然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他着重在个人上面 Divine Self 个人是神圣的 然后着重个人的改革 然后也去强调说 日常有各种奇迹 日常的现象都充满着奇迹 只有第四点跟故事不合 什么大自然有疗愈的力量 这篇故事里面 大自然有破坏的力量 但前三点埋合了 故事聚焦在一个人 然后再看他 在一个人生转捩点上面 如何去面对克服 然后发现他失败了 他并没有成功的改革自我 然后也有看到日常中 各种奇幻超现实的东西 不是超现实 奇幻的东西 虽然超然主义是觉得 都是好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坏的 坏的就是这篇故事 把它当作恶魔 所以确实有一些迹象 显示这篇故事 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夜 所关切的一些价值跟议题 OK 这一题有要提问吗 好 没有的话 下一周上课前 请把下一篇短篇小说看完 我等一下马上来介绍给你听 这个是从十九页到 我尽量不要让页数超过十二页啦 对 十九到三十一 我们下一周 要读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嗯 好了 这个就不用看了 就听我讲 我可以把讲义转过去 我们下一周要读的作者是 艾伦波 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吗 Edgar Allen Poe 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写恐怖小说 是那种 呃 虽然篇幅不是很长 但是如果你半夜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整个毛骨悚人 然后不敢睡觉的那种恐怖小说 所以他会讲说什么什么 跟一个朋友相见 结果最后他把你就是埋在墙壁里活埋 或是什么 有一个人把他心爱的女人拒绝他 然后他就把这个女的杀了 然后心脏埋在他的地板下面 然后突然警察就来 一个其他无关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心里这个太紧张了 最后他他忍不住自己就是 一语就冲出来自首 有这件事情 警察根本不知道 或是什么什么 又是一个被老朋友邀请去他的那个 乡下的老房子去住一晚 然后发现这个大房子里面 事情很有机翘 然后刚好又遇到雷震雨 然后这个连外道路也断了 然后半夜的时候一直要听到什么什么尖叫声 然后但是他的朋友一直否认说有这种事情 然后最后他就找到地下有一个地下轿 他地下轿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叫什么 safe是什么来着 保险箱嘛 一个大型保险那个房间 然后打开一看发现是 然后怎样怎样 他就有一个兄妹乱伦就出现了 对就是他就写这种小说 他另外一个知名的文学成就 是他写了一首诗叫做乌鸦 如果你大一有修我的文学入门的话 我们有上这篇 The Raven 这也是恐怖诗 他就讲说坐着 坐在自己书房里面 晚上坐在那边没事 突然窗户飞来一只乌鸦 站在窗台上 然后一直对他叫 然后他那个叫声呢 让主角想到了他这个已故的爱人 然后就是乌鸦越叫 然后他自己越去回响 然后最后陷入一个深渊里 这样的故事 那他以诗的方式来写 是因为他就可以用声音的效果 对于听者或是读者 也引起类似的情感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去听诗了 所以今天来读的时候 效果比较弱 但是当时效果非常震撼 可以想象 有点像看恐怖电影 然后那个有非常好的配乐 那种感觉 好 爱人坡第三个文学成就 就是跟我们下周再组的东西相关 它是英文推理小说的鼻祖 他在福尔摩斯出现 半个世纪之前 他就发明了 他自己的侦探角色 叫做杜邦 杜邦 杜邦 杜邦啊 杜邦 这个 他这边有 第三行 C. Auguste Dupont 是个法国人 为什么是法国人呢 因为那个时候西方文学重镇 文化重镇 是巴黎 所以就是各种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 你随便拿起一本美国小说 十之八九 故事设定在纽约 就是那个意思 没有特别理由 好 艾伦邦 他这一生写了三篇 推理小说 短篇的 第一篇就很轰动嘛 第二篇特别神奇 第二篇以小说的形式 但是案件的细节都是真的 除了报章杂志上面提供的细节之外 他自己也跑去犯案现场去做调查 然后所以他就把这些细节 按照他自己推理 觉得可能合理的发展 然后把这个推理 推到他的那个主角身上 然后最后留一个开放式结局 结果读者啦 包含有读这篇故事的警察 按照他的推理去找 还真的就破案了 所以他不是来盖的 但是我们要读的是他第三篇 第三篇是他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 三篇当中最重要的一篇 引起的 也不能说数啦 一百多年的这个文学理论的讨论 包含叙事手脚 包含象征意涵 包含语言的沟通能力 与象征符号的运用 不晓得下周会不会有时间讲那么多啦 但总之这篇故事本身也蛮经典的 这故事在讲什么 杜邦这个时候已经算是有名了 至少警察都认识他 所以有一天 那个警察总长有个案子解不了 他就跑来找杜邦 但是你知道就这种关系 一定是警察看不起这个诗人侦探嘛 所以边带着笔试的语气 边描述这个案子的状况 然后又边说啊 你一定解不了啊 只是说我这个是我唯一还没事故的方法 顺便跟你讲一下而已 然后杜邦就坐在他椅子上面 听着 最后听完之后 他跟警长说 你下礼拜再来找我 我再跟你讲这个怎么解 结果警长下礼拜来找呢 杜邦就把关键证据直接拿出来了 说我已经解决了 你可以回去了 拜拜 这案子是什么呢 有一个国家的女王 皇后应该说皇后 被黑寒要挟 然后呢 他就雇了警察总长 以私人身份 就不是动用国家这个权利 而是以私人身份 看能不能导出这个黑寒的 所讲的证据 而这证据呢 是一封信 这封信呢 当初不应该 不是他写的 是他收到了一封信 那这封信呢 如果让国王看到的话 他们回应就完了 偏偏 当女王收到这封信的当下 正在打开 在阅读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幕僚走进来 跟他聊一些 什么国家大事什么的 眼睛瞄到了这封信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就在 后来国王也进来 他就在国王的眼前 偷偷的把这封信 就是窃走 然后以假换针 放了另外一封信在那边 所以国王不知情 他就觉得没事 女王完全知道怎么回事 他也知道是谁在要挟他 可是因为手中 手中没有那封信 他解决不了 他就请警察总统 把这封信找回来 但警察无能为力 那个幕僚的家 从上到下找了三遍都找不到 自己人身上也就是有给他 然后也收过了也没有 但是杜邦花一个礼拜 隔天警察总统回去 他立刻就把信掏出来了 还怎么办到的 回去读就知道 我也顺便讲一下 艾伦波的身世 因为他这个人真的是太酷了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恐怖小说家呢 其实应该也可以想象 他自己生活也过得不是很顺 小时候父亲抛弃 他跟他母亲 母亲后来也就不久后过世了 他变孤儿 他变孤儿 他原本姓波 但是我们现在叫他艾伦波 是因为后来养育他的家庭 姓艾伦 他的名字是Edgar Allen Poe 通常我们讲一个西方人的名字 都只是用姓来称呼 但是艾伦波他这样等于是 父姓 双姓 所以我们就两个姓都来用 比如说 没有 就是其他知名的父姓的人 你们也许都不认识 所以就是他啦 艾伦波 因为小时候这样的家庭创伤 所以长大之后 他也是流离失所 他很会写 问题是他也很会喝 他也很会读 所以他没写完一篇 那个钱一来就没了 所以就一生都过得很困顿 都靠很多朋友的帮忙 甚至编辑 编辑也一直借钱给他 借钱给他 然后最后呢 他居然是死在水沟里 就是有点晚上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有天晚上喝醉的 要走回家的路上 叠到水沟里面淹死的 但是他留下来的作品都 后世越读越觉得有意义 一开始只是觉得说 只是一些什么 耸动的小说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越看越觉得 他技巧之纯熟 然后他对人心的理解 以至于能够去 在读者心里制造这一些效果 真的是 非常有造诣 所以我们今天 虽然他写的都是恐怖跟推迹小说 我们把他看为 文学经典的作家 大概这样吧 好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就来带你们看 头几段吧 十九夜 At Paris Just after dark One gusty evening 所以风很大 Gust是强风 In the autumn of 18 这个是当时很常见的说法 他不告诉你实际的年份 下面也会 警察总长 Monsure G开头 他不告诉你警察总长名字 因为一开始小说是 以写实的风格为主 所以这有点像是 报章杂志上面 保护隐私的方式 就是给你那个 如果不想告诉你名字 他就给你第一个字母 后面就化掉 所以是一个写实效果 所以总之就是 十九世纪某一天 爱主角 就像福尔摩斯一样 主角不是侦探 主角是他的助手 叙事者是他的助手 I was enjoying the two-fold luxury of meditation and meershawn 所以又在晚上 陈思又在晚上 喝酒 In company 跟谁 In company就是 accompanied by 所以跟谁呢 In company with my friend C. Auguste Dupont in his little back library or book closet Atoisam Number 33 Who they know Fulberg Sanzermen So somewhere in Paris 法国 某一条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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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一个 就是假的地址这样 For one hour at least We had maintained A profound silence Profoundness 是 Sende 现在常说 Sende O 但其实人们意思 就是Sende How each Each person To any casual observer Might have seemed intently And exclusively occupied With the curling eddies Of smoke That oppress the atmosphere Of the chamber 所以 虽然他们不交谈 以至于外人来看 也许就会觉得 他们两个都在看 那个抽烟吹出来的 那个 那个 烟的那个形状 跟整个氛围 但其实 下一句有However For myself However 但以我而言呢 I was mentally discussing Certain topics Which had formed matter For a conversation Between us At an earlier period Of the evening 他在回想 早一点先前 跟杜邦聊了一些事情 然后在跟自己 心里在对话 I mean the affair of the rue morgue And the mystery attending the murder Of Mary Bridgette 这就是 艾尔博写的 前面两个案子 所以我们的叙事者 在想着前面两个案子 这也是蛮有意思 就是提醒读者说 这是同样的作者写的故事 这是一系列的 这些短片小秀 都是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 所以也许 可能就是半年前 读了上一篇 作者怕你忘记 在这边提醒你 I looked upon it therefore as something of coincidence when the door of our apartment was thrown open and admitted our old acquaintance Monser G the prefect of the Parisian police 所以当警察总长 破门而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的巧合了 Juie他说这个总长叫 old acquaintance 不是old friend 不是老朋友 是旧事 中文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深的交情 对不对 对 OK好 所以他们认识很久了 但是说不上是朋友 巴黎警察总长 We gave him a hearty welcome Hearty是热情的 那那个字根是heart嘛 用心来欢迎 For For是因为 There was nearly half as much of the entertaining as of the contemptible about the man 十九世纪的英文作者 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 都很喜欢用比较的 那这边的比较 其实是一直说 两个是一样多的 哪两个东西呢 这个人带来的娱乐性 以及带来的可比性 所以他说 这个人又有趣又可比 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给他 这么热情的欢迎呢 因为他的娱乐性嘛 因为看到他自己觉得 接下来有乐子的 And we had not seen him for several years We had been sitting in the dark 也去一个小时 在那边抽烟 就是城市 然后连灯都没开 其实就跟佛儿摩斯很像嘛 他也常常干这种事 全部都是 从爱德坡这边超来的 And DuPont now arose 站起来 For the purpose of lighting a lamp But sat down again without doing so Upon Jesus saying That he had called to consult us 那本来要把灯点燃 但是 总长说 他是要来请教我们 或是咨询我们 And DuPont听到的时候 他就决定 不要点灯好了 他又做回去了 对不对 But sat down again without doing so 又做回去 没有这样做 这样就是点灯的这件事情 所以总长说 要来咨询我们 Or rather 或是说 To ask the opinion of my friend 问我朋友的意见 所以 原本是很正式的咨询 后来又降格为 就是问你的意见 从这边就看得出来 警察总长 也是蛮看不起他的 About some official business which had occasioned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关于一些 就是正经事情 然后带给自己 很多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接下来 就把案子带出来了 这个我要再强调一遍 从 To consult us 或是 Or rather to ask the opinion 这虽然是叙事者 我们的那个 搭档在讲话 在跟读者讲话 但是这个语词的变换 其实是警察总长 语词的变换 所以有点像是 借叙事者之口 讲出另外一个角色的发言 或是想法 这个是相当成熟的小说写作技巧 它介于 直接影 它介于叙事者直接说话 跟间接引述之间 这在英文叫做 free indirect style 什么自由间接风格之类的 就是虽然有一个明确的叙事者 但是他说话所代表的视角 会飘移不定 会换到不同角色的视角上面 所以他这边换说法 是代表警察总长的角度 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因为这样比较快了 如果你连这个单字的变换 你都要带出某人说某人说 这样太繁琐 你直接叫叙事者 进入那个情境 帮你转换 这样比较快 if it is any point requiring reflection reflection 这边是思考 observed upon as he forebore to enkindle the wick 他拒绝点燃 足心 wick是足心 蜡烛心 的同时 他观察着说 如果需要思考的话 we shall examine it to better purpose in the dark 我们在黑暗之中去检释 会比较好 that is another of your odd notions 奇怪想法 said the prefect who had a fashion of calling everything odd that was beyond his comprehension 这个人习惯把所有他不理解的事情 都说很奇怪 and thus lived amid an absolute legion of oddities 因此他生活周遭都充满着 他觉得奇怪的事情 这句话是叙事者 间接在讲人家笨 very true said Dupont as he supplied his visitor with a pipe 所以这个代课知道吗 给人家一个烟斗 and you rolled towards him a very comfortable chair 也给他一张椅子坐 烟斗 对 然后这边你看 以前拼字的方式 visitor是ER结尾 现在英文里面只有 一个字 也是ER结尾的 就是advisor 指导老师 但是间接也开始变成 偶尔结尾了 这一部分已经开始失守了 好 所以让他有烟可以抽 有地方可以坐 虚实者也接话了 and what is the difficulty now I asked nothing more in the assassination way I hope 希望不是又一桩 那个暗杀的案子 这个讲的是第一个案子 oh no nothing of that nature 没有没有 不是那样的 the fact is the business is very simple indeed 非常简单 and I make no doubt that we can manage it sufficiently well ourselves 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了 but then I thought Dupont would like to hear the details of it because it is so excessively odd 又来一个他没办法想通的事 simple and odd said Dupont 这感觉就很矛盾嘛 你又说简单好解决 你又说很奇怪 想跟我分享 那到底是怎样 然后你会看到 接下来说话的人 他没有告诉你是谁 这个也是小说写作的一个 纯熟的技法之一 如果你长期已经设定好了 你知道是谁在跟谁讲话 那你来回来回 你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然后回到第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讲说是第一个人了 读者已经会预期到 就是这两个人在讲 换另外一个人讲话 才需要点名 所以是警察总长跟杜邦在对话 然后总长说 why yes 这个why是语助词 它不是问题 就无意 why yes就是对了 and not exactly that either 也不是这样讲的 打一开始 人家就一直在含糊其词 the fact is 你们发现这个也是他语助词 他上一段也讲 the fact is 事实就是 事实就是 或许他一直强调事实 会是他的盲点之一 we have all been a good deal puzzled 觉得非常困惑 because the affair is so simple and yet baffles us all together baffle就是 confuse 让我们困惑 all together是 completely 完全 所以这句话就是 确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真的很简单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得通 怎么回事 perhaps it is the very simplicity of the thing which puts you at fault said my friend 也许正是因为 这事情如此简单 让你想不通 也许是个伏笔 what nonsense you do talk replied the prefect laughing heartily 你真会胡说 perhaps the mystery is a little too plain 也许这谜团 太稀松平常 said Dupont oh good heavens oh天啊 who ever heard of such an idea 谁听过这样的想法 a little too self-evident 也许太过 那个不言自明 然后接下来 就是大笑 哈哈哈哈 roared out our visitor roar就是 哄堂大笑的 不是一个人不能哄堂 就是开怀大笑的 那个发言 的动词 profoundly amused 深深感到娱乐 oh Dupont you will be the death of me yet 你会真让我想笑死 所以这个技巧也可以注意到 他其实三句话讲的 都是同一件事嘛 对不对 也许太简单 让你想不通 也许谜团太稀松平常 然后也许太不言自明 一二三 然后那个总长反应都一样 你真会胡说 你别让我笑死 很多作者喜欢用这种三的规则 用三次出现加强印象 所以其实他重复又重复 告诉我们这个会是故事的重点之一 and what after all is the matter on hand I asked 我就转回去问他说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 我们今天到这边 我这边就在这边 你去看 这边是什么样的事 但是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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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